然後呢 他們買的都比我少 就可能一件而已 可是上面抖大的兩個字 我畢生難忘 7折 為什麼 好羞弱喔 憑什麼 你買了1多1才8折 憑什麼 我也覺得奇怪啊 然後我就問 還是他們是VVVIP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問了 我就說先生 你等一下 因為他正要刷嘛 我說為什麼這7折 這7折 是7折 結果他的表情就是一副那種 好像被抓到的那種 死掉 他就這樣 江先生是這樣其實 你是7折啊 他說會員是7折啊 你本來不是8折 到底是幾折 他就說你是7折啊 我說少來這一套 這時候我就開始就翻 你剛剛說他都已經卡 都要刷下去了嗎 少來這一套 這就好像一個邏輯 我講給觀眾朋友聽 您就懂了 就好像說 你現在去便利商店 偷東西被抓到 然後你跟店員說 那我放回去可以吧 不可以 不可以 同樣的 你被我抓到了嘛 然後這時候才說 那好嘛 那7折嘛 好啦 結果我一查 原來你是Member就是7折 所以你本來就應該7折 你不是Member嗎 但是他卻比照我 不是Member的價格8折 憑什麼 好壞喔 他自己把那一折 好 這個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好 他沒講話 然後我就 他說我不要買了 我就這樣 我不要買 對 我平常講話是有一點娘 我承認 然後我就說 對 他說我不要買了 對啦 我就說我不要買了 然後我就轉頭 我就轉頭喔 轉頭之後我就覺得自己是什麼 我是朝職 叫做七步成師 來 大家請看 朝職 因為走到店門口 櫃才走到店門口 有剛好七步 來 第一步 道不道歉 妳道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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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一直在等 其實我說我不買了 只是個企劃 對啊 就撒嬌人家不買 怎麼能不買 買萬送千 用七折 還有 買額裡 刷卡裡 對 你說你這麼娘炮 他這是擺明了 女人生氣了 其實是要男人來哄的 對 我就走七步 抱歉 對不起 這樣子好了 送你一個 那個 今天有特價的帽子 再送你一頂這樣行嗎 不要生氣了好不好 OK 好 你在等這個 也可以嗎 就要護他 秀他一下 對 都可以 好 結果呢 我就等 就走到第七步 剛剛走到門口 一個人要開口 你可以大概感受到那個Fu 他完全沒有 對 你就覺得有 我有感受到了 有那個氣音已經先冒出來了 妳猜她說什麼 什麼 屁氣光臨 慢走 完蛋了 你看她的表情好兇 救命啊 來人啊 告訴你 我就立刻衝到服務台去 你要去找樓館 對 我就到服務台 沒有 因為我跟各位講 其實大家都是吃一樣的米 都是一樣的人 客宿也要按照正常 大家都是SOB 先到服務台跟他說 我要客宿 因為二樓 我剛剛有個消費糾紛 然後請你把二樓的樓館找來 好 然後結果她就立刻 要打電話找 這個時候我還跟她講 我說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然後那服務小姐說 有多嚴重 我說很嚴重 好 然後她說 然後這時候我就講 我說我建議你最好找 客服部最高的主管來處理 我說我建議你 她說好好好 結果就來… 來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一來就說 我就是客服怎麼樣 爪流氓啊 一個來就說 我就是客服怎麼樣 什麼事 好有氣勢喔 當然那個怎麼樣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說你不要怎麼樣 是就是說怎麼樣 發生什麼事的意思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我就在這兒講嗎 你就看到一個四級歲的老男人 對上個二級歲的人 然後 而且這就是他們傳說中 最高級的客服主管了嗎 好 我就說 那你要我再… 應該是公主生嘛 對 對 所以你就等著聽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我在這兒說嗎 這裡這麼多人 你要我在這兒說嗎 她就說 那你不想… 那你至少帶我去一個 比方說你們的小辦公室 或者是什麼 她就這樣 若有所思 OK 好 那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你知道她帶我去哪嗎 哪 她帶我走員工通道 員工通道就是百貨公司 金玉其外 敗去其中 最不想讓你看到的那個通道 那裡面不會有空調 不會有裝潢 她就把它打開 然後就有一股很特別的味道就出來 她就帶我走進去 然後就爬樓梯走到了二樓 走到了二樓之後呢 我看到他們的辦公室了 然後我就自己很率性的 要走進辦公室 她說 先生等一下 你不能進去 我說為什麼 你不是員工 那是我們的辦公室 你不能進去 所以她要你在發臭的走道上面 跟她講話嗎 我就說 那你要我在哪克室 她說 那你就在這兒吧 真的咧 她就指著那個樓梯間 那個樓梯間沒有空調 沒有椅子 沒有桌子 還有最重要那個樓梯間 那個樓梯間是 垃圾間 她叫我在那兒 她說 來 你這裡說吧 她把你當垃圾耶 是 我也覺得我自己 真的可憐得像垃圾 妳一定覺得自己 沒有 她一定覺得自己更悲劍了 我都還沒克室 妳就叫我轉頭就走 要說我是這樣我就不要克室了 可是我們必須要尋SOP 對 然後結果我就說 那妳至少拿個椅子吧 好 她就進辦公室拿椅子出來 然後呢 然後她自己坐下去 妳站著 妳好狠喔妳 沒有 她拿兩張 然後這時候她就講 她就說 來 妳把萊龍去賣說給我聽 然後我又再次提醒她 我說 妳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嗎 我如果講給妳 妳處理得了嗎 她說 妳不講我怎麼知道 OK 好 好 那我就講 就講講講 大概講了半小時 我先聲明 這半小時沒有空調 沒有一杯水 嚴格講是連一滴水都沒有 講了半小時 她抓抓頭 所以我就再講半小時 總共是一小時 妳知道她聽不太懂是什麼意思嗎 她聽不太懂的是 這有什麼嚴重的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妳抓到後來是七折 那就七折刷給妳就好了 這有什麼嚴重的意思 萬一我沒抓到呢 重點是我沒抓到 這就是秀才遇到 比妳有理講不清 好啦 結果這時候 她就終於有一點弱有所思 因為她覺得 我就是覺得嚴重 那她覺得不嚴重 那這樣子可能 我們兩個就再也沒有一個共識 她覺得你小心大作 好 這時候她就說 好 我知道了 那我要把那個店員請下來 因為我不能聽妳片面之詞 她像法官耶 她以為她是傳黃世民來嗎 還是傳了什麼江儀化來嗎 我不能聽妳片面之詞 妳有沒有關說… 妳以為是這樣 二十幾歲的一個人 坐在我前面這樣 我必須把店員找來 因為我不能聽妳片面之詞 為什麼不能直接把妳帶回那家店 就案發現場 然後就可以直接告訴她 我剛剛怎樣怎樣怎樣 沒關係 OK 她的店員就來了 來了之後 然後店員就說 沒錯 這位先生剛剛講的都是真的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OK 好 那她覺得很不好意思 遲到總比沒到好 不過我個人還是覺得 這有一點道歉來得晚了 但至少人家道歉了 好 所以這個事情就告一段落 但是現在 我跟妳這位克服的戰爭正式開始 好 當然 妳叫我在垃圾桶旁邊克服 這個時候我就講 我說妳現在可以叫更高級的主管 來處理了嗎 所以妳現在棄客服 還超過妳棄那一家服飾店的員工 當然是妳 剛剛文文比我還棄 好啦 那我這時候 我就跟她講 我說來 妳現在可以叫妳高級的主管 來了吧 因為妳證明我不是來鬧的 我講的是真的 我們今天主管都沒上班 這樣好了 妳這麼急著想要答案 我明天禮拜一 叫他們跟你聯絡 她就這樣講 我說沒有人來上班 就妳一個嗎 她說是 她就這樣講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不相信 那不然這樣好了 沒上班妳也可以有手機吧 妳可以緊急聯絡吧 這事情很嚴重 OK 她就說好 那我就聯絡 她就打電話 因為她看我不肯罷休 她就打電話 就會打一打 最高主管接了 是一個副理 妳知道副理在哪嗎 她哪裡沒上班 她有上班 而且這位副理 她正在另外 就他們那百貨桌有好幾棟 另外一棟處理 一個在餐廳吃飯 覺得服務生態度不好 所以她沒辦法來處理 我這個case 妳那個直服態度不好 我這個妳是詐騙耶 對啊 妳如果沒有看到 她就多詐騙 結果後來呢 結果後來 我說OK 你們都這樣子搞 有上班也不來處理 沒關係 算了 我就跟她講算了 然後她就送我到那個 員工通道的門口 就只送到那個地方 我就再接慢走 我還要自己打開門 然後再接慢走 然後再接慢走 然後我就去服務台 我就跟服務台 剛剛那個小姐說 我客訴完了 妳知道為什麼 我要講這句話嗎 因為觀眾朋友 您一定不知道 百貨公司客訴 它佔用了妳多少時間 它要補妳這幾個小時的 停車費 真的喔 因為是百貨公司 造成妳的不便嘛 我跟她講說 小姐我客訴完了 然後我就這樣 停車卡 我客訴完了 那時候我沒辦法 沒有 那小姐就看著妳 我客訴完 算了 我就這樣算了 我剛剛那邊已經夠受氣了 我現在全身都還垃圾的味道 我算了 我就走了 走了之後呢 第二天 禮拜一嘛 那個副理是不是會打來 不是應該嗎 對嘛 會打來嘛 沒有 沒有 沒打來 那妳知道這個事情 我怎麼解決嗎 我隔天禮拜一有錄影 取消 我把它取消 我說我不錄了 我直接殺到這家百貨公司 然後我說 叫你們客服部的一位副理出來 因為我昨天聽他們講的地方 我知道最高主管是副理嘛 結果副理真的有上班來了 我說 妳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我都覺得妳要去拉白布條 那位副理說 妳是不是昨天那個衣服 那個什麼七折八折那個對不對 我說對 他說不好意思 我昨天一忙 所以沒打電話給妳 我說我先問 妳昨天有沒有上班 有 那我說為什麼妳的下屬 說妳沒上班 他搞不懂 我說好 這是妳覺得應該怎麼處理呢 他說真的是很對不起 我說我告訴妳 妳根本不知道這事情嚴重性 第一 妳們一個這麼大的百貨公司 是日式文化的百貨公司 最重視的就是誠信跟服務 日式的那一個有好幾個 誠信跟服務 結果妳們兩個都沒做到 第二個 這麼名牌的衣服 妳們的銷售員竟然膽敢欺騙 妳們的客人那個價格 第三 妳們現在正在週年慶期間 如果這件事情一旦公出於世 會有成千上萬的消費者 打電話回來說 那我在一樓買那個化妝品 它是不是也算我貴了 那我在三樓買的那套大衣 他是不是也算我貴了 他是不是覺得我看起來好欺負 他就算我八折 而那個人就算七折 妳知道會有雪片般的電話 打進來嗎 你們百貨公司 在這筆週年戰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就註定毫無誠信 而且會被打爆電話 我說副理 妳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了嗎 對啊 那個折扣的差別 每一樣折扣的差別都是 後來就變百貨公司的業績 對不對 廖老闆這樣不好吧 後來他認得你是誰嗎 他認得 但是我有跟他講 我說我是誰真的不重要 我說我就是要循規矩來申訴 結果這副理一聽 真的很嚴重 他覺得真的嚴重了 他立刻我沒講 他打電話給店長 在日式文化裡頭 這個百貨公司的店長 非常大 店長就是最大的 要管好幾棟 他會讓給店長 可是店長正在跟董事長開會 所以店長就說 他沒辦法過來 抽不開身 副理就轉到給我 我就跟副理說 他在跟董事長抽不開身 那剛好 我去找你們董事長 我找董事長可以吧 結果店長就說 下午馬上可以抽不開身 結果下午 店長 率領者 余營長 協理 經理 副理 科長 科員 全部 然後在百貨公司裡頭 的一間咖啡廳 然後他一看就是 還好這次沒有在垃圾桶旁邊 因為我就等到下午 對 我等到下午 一看到我們 一看到我 不是看到我 一看到我 他們就要一起敬禮 我說不要 我說店長 我說你也虛掌我好多 我承受不起 我真的只是想要知道 為什麼客宿會在垃圾桶旁邊 連一滴水都沒有 停車費還要自己付 A咖的名牌衣服 竟然看你客人好欺負 就算你貴 然後你們百貨公司的客宿管道 竟然是如此的一波三折 如果不是因為這樣這樣的這樣 你店長今天需要帶著 這麼多人出來鞠躬嗎 本來是不用的你知道嗎 好 所以你最後你想要什麼 最後 對 他也是這樣問耶 你想要什麼 我說我不要李俊 我不要水果 我不要 我什麼都不要 我想要的是 你們以後可不可以建立一個 SOP 對所有來買衣服 對來百貨公司買東西的客人 都能夠一視同仁 不要你看到他是 郭董 你看到他是 陳董 所以就跟你鞠躬 結果一看到你們 Nobody 就帶到垃圾桶去客宿 我說這才是我要的 結果店長跟我說 他一定允諾做到 他真的做到了 因為我這樣的一個故事範例 真的喔 變為現在那家百貨公司 員工手冊嗎 不是員工 就是他們每次開會的時候 就會拿出來說 你就會看到我的名字在上面 這個案例 對 我可以收那個版權費嗎 所以 所以 其實剛剛我們看到很多都是 我們親手拿東西 或者是親自坐飛機 親自去買東西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 在網路上買東西 在電視上看電視購物台買東西 那種很多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出處在哪裡 你看著電視買的 如果說你真的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是不是第一通電話 就是要打電話到電視台去訴訟 對 當時我在一個電視台裡面 就是當主管 那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正好又是身兼了 電視部門 跟我們網路部門的一個主管 然後那天只有我最大 所以當時有一個綽號叫什麼 叫總管天下兵馬大元帥 綽號有沒有 叫做英明神武這樣 所以你想那麼大的官 有沒有坐在那邊有沒有 真的是很挑掰這樣 所以當時的確也非常挑掰 就坐在那裡 結果一個電話就來了 來了之後我就開始拿起來聽 一聽的時候 就對方有沒有 我還以為是我下面可能編輯或者記者 有沒有 有什麼事情要請示我 所以那時候 口氣的時候還蠻有點 有點機車的那種感覺 長官的權威 然後他就對方講說 喂 聽的聲音不對 你知道 這個聲音出來絕對不會是 我們新聞部的同仁 有可能都是屬於那樣 所謂打掃的那個 歐梨桑才會有這種聲音 為什麼 這是什麼聲音這樣 喂 我跟你講 你什麼頻道對不對 什麼台 我說對啊 沒錯 我說什麼事 現在什麼事 我跟你講我要投訴 我說投訴什麼 我跟你講我們昨天 前幾天 不是 前幾天 前幾天的時候 我看你們那個購物台 賣一種叫做 紅外線 塑身女用內衣褲 是長這樣子嗎 聽說穿上去 女生有沒有 會身材苗條還可以減肥 所以應該就是長這樣子是不是 因為我沒看過 我也不曉得他長什麼 結果後來之後 結果他我就聽我說 那怎麼樣呢 我說我跟你講 我在想我們太太有沒有 胖成這樣有沒有 我現在先讓你穿這樣 稍微算一下有沒有 你買多少 我說 我說你這樣 一千塊說十條 我買兩千塊 我二十條你知道嗎 那可以穿一個月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說 那很好啊 那不真的有什麼問題呢 他說不是啦 我說你這裡高台 這樣不對 我說哪裡不對 我太太剛穿起來的時候 我看起來好像有膳 你知道嗎 我說這樣不太好 他說不是啦 我跟妳講 重點是 洗一下起來之後 我太太又穿了錢 缩水的 我太太太 我太太太